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他跌破了你可以去留意 跌破了之后我就有提到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做空 然后把止损给带好 在VIP群的交易计划复盘里面就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做空的计划 那也是有提前在这个代你飞的分析提到 就是这一个位置跌破做空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下跌我会看向的是2840到2810这个支撑区域 那如果再一次挑战这个支撑区域 你可以去留意有没有做多的价格行为出现在这里去解脱 切换到以太的天图 你看他在这个位置是多次挑战这个支撑区域都没有跌破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以太下跌到了这个支撑区域要密切的去留意 因为这个支撑区域可以说是位于天图很重要的支撑区域 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他170天都在上方这个区域获得支撑反弹 而且是多次的这个反弹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以太你要去注意这个支撑区域 感谢大家的点赞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账号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新用户的这一个送30美金的活动 那还有就是你可以拜批加一辆免费兑换金群 这里是Discord会员群还有就是Discord VIP支撑群的详情 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那我们现在去看比特币 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昨天我有提到这个比特币的0.382是没有跌破收回去上方 那等待的是一个反弹但他在小时间级别是受阻在这个位置 而且挑战了两次都不破 后续呢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 待会呢在小时间级别呢 我会跟大家讲关于这一个阻力 那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接下来将会前往的位置呢 将会看向这个Fibonacci的0.618 我在昨天的影片跟昨天的这个表题也有写到 就是比特币就这两个很重要的支撑 0.382跌破了 那就看向0.618还有就是这个缺口 切换到Bitcoin CME Future的天图 你可以看这里就是一个缺口的形成 有很多人他不明白就是这个缺口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就是因为周末的时候上涨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缺口 那我们回到去比特币天图 我们回到比特币的天图 所以接下来你要去留意的是比特币的这一个缺口 现在这个位置不好去进行任何的交易 最好呢就是等它下跌到了这个缺口 出现了这个做多的价格行为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进入这个多单 那如果说这个缺口呢 它也是直接跌破 就像这一根直接往下砸的话 那其实就非常的危险 不要去接 所以呢 每逢比特币到了这些重要的支撑区域 你都可以去留意这一个小时间级别 出现怎么样的这个走势 最后我们来看一小时图 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这个支撑 还有就是这个阻力 那这个支撑是我提到我去做多的一个位置 而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我的团队呢 去开空的一个位置 那后续的这个比特币 它就是再一次挑战 然后呢 没有成功突破 出现了这个下跌 那后续这里就很关键了 你可以看它下跌了之后呢 它是没有迅速的收回去上方的 如果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下跌了之后 有迅速的收回去上方 那在这里形成一个假跌破 拿到了这一个流动性 后续呢 才有这个反弹的可能性 但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做多的价格行为的 就是它后续跌破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它并没有就是持续的下跌 但它跌破了之后呢 是在这一个位置去盘 那刚才我就有提到 它也非常的接近 这个Fibonacci 0.618 还有就是这个缺口了 所以呢 你可以等它下跌到了缺口的区域 去留意 有没有做多价格行为 我认为这个机会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机会 那我在昨天呢 跌破的时候 我是做空了以太 但我并没有就是做空比特币 就两个币呢 我只操作一个 就哪一个走势比较弱的 所以以太的走势比较弱嘛 而且它是先跌破的 所以呢 我就操作了以太 那以太目前是在盈利中的 我就等待它下跌到 这个关键的支撑区域 现在是拿了一部分的盈利 因为近期的走势呢 还是建议就是先拿一个 短线的一些盈利 然后呢 就设置止损在你的进场价位 再看它后续会怎么去走 所以比特币我还是会去留意的是 这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那还有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下方这个缺口 就是刚才我天图所提到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 如果出现做多价格行为呢 一定要去把握这个做多机会 好 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最后参考 拜拜